第1300章 一箭击杀 是你小子 给我死来 这时候叶西文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喝骂声 叶西文不用回头 神念已经探了出去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逼得叶西文逃入浮水河之中的金海散人 叶西文刚才也没太注意 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围困叶千千一行人的高手之中 居然还有金海散人藏在其中 金海散人看见是叶西文也是异常惊诧 因为他是眼睁睁的看着叶西文掉入浮水河之中的 按照他的估计 无论叶西文有什么手段 也早就被腐蚀了个一干二净了 还是被他打下去的 还处于重伤的状态 怎么可能活下来 换了是他的话 也一样要惨死在其中了 心中虽然异常震惊 但是手上却是没有任何的留守 当即无数金色的浪涛当场朝着叶西文打去 没死最好 那就让我亲手把你打死 金海散人的双眸之中闪过一场凶利的神色 之前被叶西文给打伤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了 他一个半部天人镜的高手 居然被一个法相镜的高手给打伤了 这传出去 他的脸往哪里割 而喜刷耻辱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亲自动手 将他给干掉 当当当 无数道金色的浪涛打在叶西文头顶上的八宝乾坤顶上 任凭他如何用力 都没有办法打穿八宝乾坤顶 甚至连给他留下一点痕迹都根本做不到 金海散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之前的叶西文还没有这样的手段 现在这八宝乾坤顶也强得有点太过诡异了点吧 他居然打不穿 难道这又是什么一宝不成 想到这里 他的双眸之中闪过几分贪婪的神色 这种能够防御住自己攻击的一宝 对他来说 拥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叶西文也敏锐的捕捉到了金海散人的这些贪婪 不由的冷笑一声 死到临头还如此贪婪 真是自寻死路 小子 你这是什么法宝 只要你交出这个法宝 我今天就做主 留你一个全尸 这时候金海散人开口说道 留我全尸 就凭你 而且你就一条老狗 也配合我说话 叶西文冷笑连连 而就在金海散人还在揣测八宝乾坤顶的时候 叶西文终于出手了 直接一只大手当空抓出 朝着金海散人直接抓了过去 金海散人又惊又怒 没想到叶西文居然如此不给他面子 而且最重要的是 竟然敢朝他率先出手 简直是胆大妄为 之前叶西文虽然敢于留下来拖住他 但是实际上 也是在不断的防御 躲闪之中 远远没有这一次这么咄咄逼人 真是找死 不见棺材不落泪 金海散人大手一抓 一道道金光在他的手中形成 当空化成了一柄柄金色的利剑 直接朝着叶西文扑落了下来 如果换了等闲的法相镜高手 只怕会被一剑随意斩杀 和叶西文的大手争锋相对 这些金色的利剑 纷纷斩入叶西文的大手之中 竟然纷纷当场自爆了起来 轰 轰 轰 一声声响亮的爆炸声之后 无数的灵气慢慢平静了下来 众人这才看清楚了 场中发生的一切 都不由的有些目瞪口呆了 因为金海散人的攻势 竟然完全没有奈何得了叶西文的大手 甚至连他的防御都没有破开 虽然那些金色的利剑 直接当场炸开 但是却也没有让他有丝毫的变化 好像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变化一般 这段时间以来 看起来 你也没有什么进步吗 难怪一把年纪了 才这么点修为 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叶西文冷笑一声 讥讽说道 金海散人顿时憋红了脸 恶狠狠的看着叶西文 这一切都是叶西文害的 如果不是叶西文的话 他又怎么会受伤这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他大多数的时间都用来疗伤了 好不容易才恢复到了巅峰 和一年多前比 自然是没什么进步了 只是相对于动辄是上万年寿命的半部天人静高手来说 一年两年 甚至是一两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 那都是属于非常真常的事情 不足以大惊小怪 本来很正常的事情 被叶西文这么一说 说得好像他是无能一般 否则怎么会一点进步都没有 他心中倒是异常的惊骇 因为这段时间一来 他的修为虽然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他的底子还在 好歹也是一尊半部天人静级别的顶尖高手 一年多前 他都足以完全压制叶西文 虽然他也被叶西文意外重创 但是总体上还是完全压过叶西文的 最后叶西文也被他打入浮水河之中 但是现在不过是过去了一年多 他居然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连自己都压不住他的地步 这一击 居然有平分秋色的感觉 其他的一些半部天人静的高手 这个时候也已经反应了过来了 对付这个小子 我们全力出手 将这个阵法攻破 到时候这个小子也跑不了 今天都要死 藤阳冷冷的说道 他知道 自己已经将这些 叶家未来的天才 叶家未来的天才得罪到死了 那么也就不在乎再多得罪他们一点了 现在拖得越长 他不能忍受任何人来破坏他的计划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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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藤阳一旦全力出手 忽悔着整个山谷的阵法 也开始积极可威了起来 我们也要全力出手 守护住这个狠阀 如果这个阵法被攻破了 我们一个都别想跑 叶峰咬着牙 大吼说道 眼见着叶西文在远处拼搏 也直接点燃了他们热热血 叶峰身上一圈一圈强横的气血沸腾了起来 实力一瞬间提升到了最为巅峰的程度 而其他人也都顾不上这么许多 纷纷燃烧真元 将战斗力提升到了最为巅峰的状态 以应对藤阳的不断出手 但是即便如此 他们和藤阳之间的实力 具有极大的差距 居然还是被藤阳不断的压落下风 眼看着用不了一时三刻 整个阵法就会被破开 这个时候 叶西文也开始微微有些焦急了起来 如果阵法被攻破 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必须要阻止藤阳 当即叶西文立刻就朝着藤阳的方向 飞掠过去 小子 你的对手是我 这个时候 金海散人脚下踏着金色的浪潮 手持一柄长剑横在了叶西文的面前 冷冷的说道 给我滚开 不要自寻死路 叶西文冷笑一声 你说什么 金海散人脸色通红 完全是被叶西文给生生气死的 他堂堂一尊半部天人镜初期的高手 走到哪里都不算是一个小角色了 但是叶西文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蔑视他 这让他感觉 何止是怒发冲冠 简直就是怒不可遏 刷 金海散人的头顶上出现了一道剑光 紧接着那一道剑光分裂出了无数的剑光 化成掌合 瞬间朝着叶西文轰击了过去 盈盈之灰居然妄想与浩月争辉 叶西文大喝一声 双手直接撕裂出无数耀眼的金光 那一条剑光长河 居然被叶西文徒手直接撕裂开来了 远处看到这一幕的 无数虎视眈眈的围观舞者 几乎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 完全不敢想象 有人的肉身能够强横到这样的地步 能够徒手将整条剑道河流 给当场撕裂了开来 纷纷到吸一口冷气 正在当场 这叶西文简直不是一般的强横啊 也难怪居然敢单枪匹马的闯入杀阵之中 这本身就不是一般人敢于去做的事情 但是更加惊人的一幕还在后面 叶西文直接撕裂掉那些剑光之后 身形伴随着无数的风雷之声 当场瞬间冲到了金海散人的面前 我本来还不想这么早干掉你 不过既然你找死 那就别怪我了 他的速度太快 金海散人只觉得额眼前一话 叶西文居然已经冲杀到了他的面前了 之前和叶西文交手过一次 虽然最后在他看来 叶西文已经死了 但是叶西文的速度还是给他留下了相当的印象 因此这次再度交手 其实他已经做好了防备了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叶西文的速度了 或者说叶西文在和他交手的时候 根本没出全力 这才加速一些 就已经让他完全没有想到了 仅仅只是这么一瞬间的疏忽 就已经足够造成致命的疏忽了 一柄无数风雷之力凝聚而成的长剑 直接从他的身体之中透体而过 扑斥 一道巨大的血花瞬间喷溅了出来 他瞪大了眼睛 只能感觉到身体之中 生命力开始飞速的流逝 几乎是几个呼吸之间 他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机能已经被这一剑全部抽走了 扑斥 又是一阵鲜血喷溅了出来 长剑被叶西文直接抽出 剑尖上还在滴落着鲜血 叶西文在虚空之中直接倒脱长剑 扑杀向腾阳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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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